说到了动物那么流浪动物的收容争议不断 在花莲县政府他们计划是在凤林镇要新建一个猫狗的收容中心 计划是从民国104年就开始动工 预计是在今年的11月完工启用 不过直到了快要完工的时候 当地的居民才知道原来盖的竟然是动物的收容所 非常担心噪音还有排泄物会对于环境造成污染 对于政府先斩后座的做法完全无法接受 它会是全台湾最漂亮而且是最具示范性的一个园区 狗狗长着无辜双眼模样看起来楚楚可怜 花莲县政府计划在凤林镇为这些无家可贵的流浪动物 打造一座干净漂亮的跃动园区 不过就在快要完工时却突然遭到在地居民反弹 担心将会造成污染 更痛批政府没有与在地协调不尊重民意 政府都没有跟我们沟通 包括我们凤林镇公所凤林镇民代表会 也都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 政府这样的做法是不符合民意 当地居民表示县政府在计划盖园区时 完全没有事先告知 快要完工才知道是流浪动物收容所 对政府掀盖再说的做法完全不能接受 不过对于居民的指控 花莲县政府提出澄清 104年在争取这个计划的时候 就由县政府在大礼堂召开工厅会 2月5月的时候都有进行相关的一些说明 而花莲县政府也表示当初在新建园区时 就是采用众生态低干扰的方式进行计划 就连最近的林荣里也距离将近5公里 附近几乎没有人 污水处理系统也有进过仔细考量 所有程序完全合法 请附近民众不要担心 记者陈敬业花莲报道